金牌羽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淚、萬寧毒賣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Ada 中共黑客組織一直在各個領域入侵美國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持久的威脅 這也迫使美國唯有在互聯網以及現實世界中 對這些黑客組織進行為剿 據《華爾街日報》之前獨家披露 一個與中共政權有關聯被調查人員稱為鹽颱風的黑客組織 入侵了多家美國寬頻供應商的網絡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的說話 該黑客組織可能由美國聯邦政府用於合法網絡監聽的系統獲取信息 目的似乎是為了收集情報 知情人士指出 黑客可能在幾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內 進入了相關的網絡基礎設施 這些網絡服務供應商的客戶 包括了美國大大小小的企業 以及數以百萬計的美國民眾 導致美國重大的國家安全風險 鹽颱風在9月29日首次被披露 今次報導是相關的最新進展 目前美國政府和安全分析師 仍然積極調查 確認攻擊的廣泛程度 以及黑客瀏覽和竊取數據的程度 而就在之前 美國聯邦調查局剛剛宣布 發現並且摧毀了一個和中共政府有關的黑客組織 阿麻颱風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在華盛頓舉行的網絡峰會說 該行動是北京更大規模行動的一部分 阿麻颱風 劫持了密聯網設備 例如相機、攝影機和儲存設備 這些設備 通常存在在大型和小型的機構裡面 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這些客戶 打著一間資訊安全公司的旗號 由公司、媒體、大學和政府機構收集資料 他們使用了幾十萬部聯網設備 建立一個殭屍網絡 幫助他們破壞系統 並洩露機密數據 但聯邦調查局和合作夥伴 根據法院命令 控制了殭屍網絡 並在黑客試圖撤換備份系統時 對他們進行追捕 美國國家安全局表示 截至今年6月 阿麻颱風殭屍網絡 在北美、歐洲、非洲和東南部 使用了超過26萬部設備 克里斯托弗雷還說 阿麻颱風似乎建立在另一個 和中共有關係的黑客組織 福特颱風的漏洞 和策略上高 福特颱風去年5月 被微軟發現 據微軟當時披露 發現了針對美國基礎設施的隱備 而且有針對性的惡意活動 這些攻擊由中共政府資助的組織 福特颱風發起 該組織專注於間諜活動和資料收集 微軟評估認為 相關活動正在尋求在未來危機期間 可能破壞美國和亞洲地區之間 聯繫通訊基礎設施的能力 微軟還說 福特颱風自從2021年中期開始就活躍 目標是關島和美國其他地區的關鍵基礎設施領域 在今次的活動 受影響的領域涵蓋通訊、製造、工業事業、運輸、建築、海市、政府、資訊、科技和教育等 福特風暴的運作方式是控制全球大量、容易受攻擊的數碼設備 例如路由器、數據機、甚至是聯網的安全攝影鏡頭 以便隱藏、後續對更敏感的下游目標進行攻擊 隨著台海緊張局勢的家劇 中共黑客的活動是否在等待未來的危機 台海衝突爆發時破壞美國的電力等基礎設施 這難免令人產生聯想 關於美國方面 對中國黑客的上述指控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一律否認 除了名稱帶有台風系列的黑客組織 美國政府之前還發現過大量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組織 例如APT-1、APT-2、APT-31和APT-40等 APT是高級持續威脅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的英文宿舍 名稱帶有APT的黑客組織並非都是來自於中共 也有些是來自於俄羅斯、伊朗和朝鮮 和中共政府有關聯的APT組織 目前已經發現了十幾個 其中大多數組織的幕後黑手已經被確認 有些來自於中共軍方 也有些來自於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各級下屬機構 台灣大學基電工程學系 電信工程研究所教授 林忠南向大紀元解釋說 鹽颱風、亞麻颱風、福特颱風 這些名字相當於黑客組織的軍隊編制編號 而APT 是指資訊安全攻擊的手法 這些組織都是國家級的黑客組織 不同的網絡安全機構在分析的時候 會根據黑客的手法和目標命名 不同的命名並不代表這些黑客本身具有特質性的差異 美國官方指出 APT-31是一群由中共支持的情報人員 和合同黑客組成的團體 專門從事惡意網絡入侵行動 受中共國安部的直接管理機構 湖北省國家安全廳直接領導 他們攻擊了美國國家安全有關的廣泛個人和企業 也曾經攻擊一些美國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行業 今年3月美國國務院懸紅1,000萬美元 掙扎APT-31以及相關7名中國公民的資訊 他們被指控與一項長達14年的黑客行動有關 美國財政部當時的聲明說 正如美國國家安全情報總監辦公室 最新的年度威脅評估所強調的那樣 中國政府支持的惡意網絡行為者 是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最大最持久的威脅之一 當然中共黑客的攻擊目標並不局限於美國 7月9日澳洲聯合美國等7國盟友發表報告 如何由中共國安部操控的黑客組織 APT-40對澳洲等國家的政府和私營領域進行持續的惡意網絡攻擊 澳洲網絡情報機構發表的報告指出 APT-40黑客組織多次針對印太國家的網絡發動惡意攻擊 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日本和韓國的德國網絡安全及情報機構 共同參與了贊社報告 據報告明確指出 中共國安部是APT-40黑客組織 進行惡意網絡活動的幕後黑手 該組織曾於2022年4月的一次黑客攻擊行動 盜取了幾百個用戶名和密碼 並攔截了身份驗證代碼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專欄報記者易凡報道